八九個學生先將散裝口罩 一盒盒裝箱 雙手超忙都沒有停下來 直箱堆成一大片牆 每一箱都印上 約旦和台灣的國旗 裡頭二十萬個口罩 原本是要捐給敘利亞的民眾 所以我們就上街頭去 向民眾們募口罩給他們 每一家公司 我十幾家我都寄了過去 最後終於有兩家回應了我 然後就經過了 素心來往之後 他們兩家也答應要捐贈 我們數萬個口罩 彰化膜高中的學生 當初為了幫助敘利亞難民營 度過冬季沙塵暴 帶來的呼吸道疾病 主動向街頭募款口罩 也在網路上發公告 一週的時間就募得 全新五年有效期限 大人和兒童醫療口罩 共二十萬個 但沒想到遇上 新冠肺炎緊張時期 口罩管制出口 所有決定先將口罩捐給衛福部 跟捐贈者獲得他們同意 我們先把這二十萬個口罩 先捐給衛福部統籌 來給第一線的醫療人員 或者需要的 這個有疾病的民眾 新冠肺炎疫情深溫 全台腦口罩荒 尤其兒童口罩更是缺 彰化膜高中的學生 主動將二十萬個口罩捐出來 希望能解決斬眉之急 這成為公益的謝雲禎彰化 才看不到